可以看到我這邊已經有提供在那個範例檔案 或者在這邊有一個叫成語的一個sale檔 這個是我把網路上面找到的一個檔案 直接把它轉換一下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要 那第一個的話呢 或許如果假設你之前有做過成語的這個練習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再找一些其他的資料 類似資料 那目前如果是固定長度的 比如說成語好了 成語其實都是四個字四個字 然後有個解釋 它的那個 解釋的話主要是這個成語的什麼意思 另外還有例句 然後我是把它劃分從網路上找到這個資料 當然你們再找找看有沒有其他的也是類似長度 或者不一定長度但是有單一個欄位 類似像這樣的價格的資料 通常我們會查詢的就是說 假如我希望針對 某一個欄位比如說成語的名稱 去做查詢的話 那通常 我們會用幾個方法去做查詢 第一個當然 最常被用到的就是所謂的篩選 所以在那個資料裡面有一個所謂的那個 篩選功能 這個功能 如果將來 你要去找 在找 Excel裡面的資料 那你就要特別注意 你可以找到在資料裡面有個篩選 那這個篩選 其實功能非常好用 它主要是可以針對說 你要找的資料裡面 尤其是文字資料 像 我們這三個欄位 通通都是文字資料 那如果假設說你希望 找到這個文字資料裡面的某一個關鍵字 其實像現在很多那個 無論像那個Google搜尋好了 或者像ChargeGPT 其實ChargeGPT其實多了AI 就是至少它會比較聰明一點點 不像說Google它就關鍵字 你給它什麼關鍵字 它就給你什麼結果 AI的話比較聰明 它會辨識說 它不是給你一個關鍵字 它是給你一句 所以你如果用ChargeGPT 給一個問題 它會幫你斷 斷詞 你的那個問題裡面 到底哪一些 有幾個重點 它幫你 找到之後 再針對你問的問題 你可能有好幾個 關鍵字 它會 逐一的幫你找到答案 當然如果說 我們可以先從比較簡單的 如果單一個 字詞的 關鍵字做查詢的話 那當然呢 你可以用篩選 不過你說老師 如果我多個的話呢 那多個你就多查幾次嘛 或者你先把資料斷開之後再來查嘛 OK 所以ChargeGPT 相對的 多了一個斷詞功能 第二個的話呢 那個ChargeGPT 還多了一個人工智慧 就是它其實每一次 你問它的問題 它其實都會重新再思考過 而且如果之前 它假如說給你的答案 你不盡滿意的話 它還會繼續幫你再找找 繼續幫你再查 所以相對的啦 AI這個 比起像那個Google的查詢 相對當然會強大許多 這個也是 大家 這麼喜歡的原因 那再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 想要查一個關鍵字 那之前好像我上學期啊 那個 文學數據編輯 裡面的話是講到就是我們查什麼 查一些關鍵字 那查出它的數量 所以查的方式啦其實很多種 裡面的話幾個方式 第一個當然篩選 第二個的話其實你還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有個函數叫COUNIF 其實COUNIF也可以幫我們做查詢 所以這邊的話呢當然我們 這個課 不用做那麼複雜啦 好也許至少你要能夠知道什麼去做篩選 那首先的話呢如何利用篩選找到你要的資料啦 第一個你把游標也許放A1 第二個的話按一下篩選 那它這個地方會多出一些狀態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在這個篩選點擊之後喔 因為你把游標放在A1喔 那你會發現 在 第一列的上方 只要是 欄位名稱的 右邊都會多一個箭頭 那其實這個箭頭喔就是告訴你說 喔它的篩選功能在這邊 那如果你想要針對某一欄 比如說因為有三個欄 所以有三個箭頭 那你可以點選它之後的話 找到喔 你要找的那個篩選功能 那功能其實就躲在這裡 所以按這邊 點擊它 好 那你會發現喔 它會出現 一些 其他 它比較重要的喔 我們要做關鍵字查詢的時候 不是在這上面這些喔 特別主要是在文字篩選裡面 那如果你要找關鍵字喔 其實 不能用等於啦 因為等於的話是要全部 一模一樣 才是等於 所以呢 假如說你要找中間有的關鍵字喔 也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語 而是包含 OK 那包含的話意思就是說 我只要輸入那個關鍵字的時候 他幫我找到我要的那個結果出來 那 他怎麼樣呈現給你呢 其實就是喔 把 你要的資料顯示 那你不要的資料呢 就通通隱藏起來 OK 所以喔 比如說包含好了 包含 OK 那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找一些關鍵字 當然這關鍵字其實還 你可以想到很多 數字1到10好了 或者是那個 12生肖嘛 我之前有提過 或者說你可以找那個什麼 比如說像儒家的那個比較關鍵字 像什麼 仁義理智信 之類的 其實啦 當然你也可以 針對這些關鍵字 假如你要做一個報表 到底 成語裡面到底 最常出現哪一些關鍵字 比如剛剛講嘛 數字哪一個最多 1到10 不知道 怎麼會知道 那你說老師我猜的 我猜應該是1吧 你要證明嗎 你要證明怎麼知道 OK所以喔 你就要去找找看 那當然方法很多 怎麼樣的方法最簡單 對不對 OK 那你比如說 我講找1 OK 那你輸入1好了 包含只要包含1的 就幫我 找出來 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有沒有發現他怎麼變化 這個時候的話 他會出現一個 篩選的一個 符號 對不對 然後呢 並且底下的資料呢 都有1 這個關鍵字 OK 然後 你會發現 他得到的結果 其實成語裡面有1的還真多 有沒有 OK 1 那2的話呢 可是問題來了 其實我們主要想要知道數量 所以 你想說 老師我怎麼 怎麼知道數量 其實 當然如果你用篩選的話 你可能會需要 就是算數量的話 還真的在 這個狀態下 還不方便 所以一般的習慣會把這個 得到的結果 把它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就是游標放A1 那你說Ctrl Shift向右下 做什麼 選取 選那個目前他給你的資料 Ctrl C 然後你可以在 旁邊這邊有個加號 點一下新工作標 然後把這邊改成1好了 因為這個1的查詢結果 並且把它因為剛剛是Ctrl C 就複製 Ctrl V貼過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 貼錯的位置 應該是貼到哪裡 貼到 這個上面的A1好了 OK 比如這個是工作標1 然後游標放這邊 再把它Ctrl V 那你會發現他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 剛剛最後的那些 你查到的 他就幫你保留起來了 因為欄寬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欄寬怪怪的 一般習慣會快點兩下這個 其中一條線 讓他自動調整一下 等一下 選ABC 快點兩下 OK 他就自動幫你調好了 然後 你如果想知道數量的話 就Ctrl向下 有沒有 總共的話就74 但是上面有個欄文名字 74-1 就是73比 OK 你說老師他第2 2的話怎麼辦呢 2 2的話你就再查 OK 2的話怎麼查 記得把上面這個 這個有點像漏斗 把這個漏斗點一下 然後呢 再把它 更正一下 應該是取消篩選 所以你要漏斗取消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把這個篩選按掉 它又恢復了 OK 你說老師那如果要繼續查 那個 數字的2怎麼辦 那就按篩選 然後再一下 然後再文字篩選 再包含 再輸入2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2留下來的話 那一樣 Ctrl C 對然後這邊的話加一個 2 的工作表 然後再把它貼過來 有沒有 然後一樣 把A B C 選起來 快點兩下 這樣就有2的位置 那你說老師那 這樣子的話如果要數量 那我豈不是要做1到10 是嗎 那當然是沒錯啦 可是如果有沒有快點的方法 有 可是要怎麼做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剛剛主要提到就是 如果利用篩選 找到你要的關鍵字 有沒有就是包含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找到 但是不會告訴你有幾個 的這個數字喔 所以如果假如 我希望能夠 統計出那個結果的話 那變成我一定要查10次 才有結果 而且那個數量 變成我要自己下去填到 怎麼樣一個表格裡面 比如說那個什麼 哪些關鍵字 哪些的數量 可是如果你想要 快速的統計出結果來的話 當然之前我們想到是 插入樞紐分析表啦 可是樞紐分析表 一定要有那個欄位 才有辦法 可是它這個樞紐分析表 目前這個應該是 沒有辦法 做到這個效果 那可是問題 我要希望快速統計的話 那該怎麼做 這個我想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 至少知道一下 在Excel裡面 有哪一些 是可以做那個 所謂的查詢功能 記得是在 資料裡面的篩選 先試試看 因為你先篩選 1、2、3、1到10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